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15号星期一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久久没有在新闻媒体上占据头条的小潘潘石屹出了大事 给他惹来麻烦的是小小潘 他的儿子潘瑞 这个消息来源非常的不简单 让人心头一惊 那就是海淀公安分局 一大早就发布了一个通知 确切的说叫情况通报 原文是这么说的 说近期新闻媒体报道捍卫国土戍边官兵的英雄事迹后 有群众向警方举报 一新浪微博用户曾于2020年6月23号 在微博评论区发表造谣诋毁英雄烈士的言论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重点也是要向全社会传达的信息 对于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数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 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警方将依法坚决予以打击 海淀分局 潘是谁呢 潘谋就是潘石屹的儿子潘瑞 他这一篇的这个海淀的通知里面 公局的公安分局的通知里面 很多学问 里边特别模糊的部分 反而特别有讲究 特别值得我给大家剖析一下 潘谋不说是潘石屹的儿子 说是潘谋 似乎是法治之国 要讲究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只说了信不说谁 跑到境外去了 而且这证明中国的法律能管到所有的人 能管到 你即使跑到海外 只要违反了法律 我也要将你生之以法 因为很简单 你看他6月23号 发了这个帖子 2月2号实际上他就离京出走了 那么他发这个帖子的时候 人在国外 人在国外也是要虽远必诛 凡事涉及到对英雄烈士 所谓打引号侮辱造谣的 都要把你给弄回来 那么这个事情出了以后 引起了各界极大的反响 为什么 这证明中国割韭菜 中共割韭菜终于割到了潘石屹身上 因为正常情况下 像潘石屹这个级别的富豪 搞定个公安分局 甚至是搞定个政治局委员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或者反过来说 没有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关系 潘石屹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潘石屹 那现在海淀公安分局 不顾天下之大不韦 竟然发了这条通缉他的这个通知 情况通报 证明潘石屹后头这个关系 摇摇欲坠 或者说老领导不愿意再管潘家了 那么近些年以来 割韭菜割得如火如荼 说实话 老百姓普通的韭菜 中央割得也觉得没劲了 要割就割那个最肥的韭菜 先割了吴小辉 是吧 一举两得 既把他的家产给没收了 把他的财产没收了 又把 团结在 残余的邓小平政治势力后面的那些势力 给他一网打尽 至少能起到一个警惕警示的一个作用 没人敢再怎么着 吴小辉 后来还有谁呢 很多很多的富豪 那个海航也完蛋了 这个马云 也悬 不是说也悬 马云已经被处理了 据有关人士分析 小马 马化腾已经进入了监管的目标 那么潘石屹和他的好朋友 任大炮 都是国内有钱人里面 据称是比较左派的 比较贫下中农 同情贫苦百姓 整天拿民主自由这些话题说事 早就引起了有关人士的不满 老百姓觉得他们装 你赚了钱了 是吧 你又来装高尚 讲清操 知识分子觉得你们这帮人本来没什么素质 现在有钱开始装清高 我甚至有一次看这个枪牵三人行这个节目 正好是任大炮和潘石屹上节目 当时因为任大炮有句名言说给穷人盖房子 是政府的事情 我们房地产开发商就是给有钱人盖房子 当时就是掀起了极大的波澜 掀起了社会很大的仇富的情绪 小炮上枪枪给老朋友解围 所以当斗文他问他 你建房子是给谁建的 他不说给有钱人建的 他也不说给穷人建的 他说我是给我的客户建的 你看这挺会装 你的有钱人当然是 你的客户当然是有钱人了 在SOHO那个地方买一栋房子 买一处房子不少钱 所以你看在知识分子里面也给留下了 也给大家留下了 说这帮富豪为富不仁 老是装这么一种形象 当然对他们仇恨最深 恨不得 无所不用其极 对他们对人大炮和潘石屹进行报复的 就是这次举报潘石屹的这帮人 尤其是司马南 司马南老师 这次亲自向海淀公安分局举报了潘石屹 那么他举报以后 他的亲密战友金正伟也马上出手了 我们看一下金正伟的这段话是怎么说的 他说如果他爹特别有钱呢 就是指这个犯罪嫌疑人小胖小小胖 如果他爹特别有钱呢 如果他妈特别有钱呢 当然是指张欣了 那就更别得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你后面又说谁了 说如果其家长为小众必较中国区活动积极分子 并有较大影响力呢 同样不是免责的理由 这个小众必较这个词一看 我一开始有点懵 不知道他说的是谁 后来仔细想 那百分之百是说潘石屹了 因为潘石屹和中国一批知识分子 和中国一批新兴富豪 这帮人信仰一个叫巴哈尔 巴哈尔教 巴哈尔教就是一个大杂烩 杀神见神就拜 见佛就磕头 所有人他们认为所有的宗教最后集中在一起 最后目标是一样的 所以何必分这么多呢 到了巴哈尔教这爱拜谁都行 当然这是我非常浅显的一个理解 如果有错误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节目留言 指证我们的错误 那么金正伟 司马南都同时出手 那就是要利用这一次的语情公关机会 致潘石屹潘家父子于死地 因为什么 因为只抓了这个任志强任大炮 那还是不够的 一定要把他的同党消灭殆尽 一网打尽 这样在司马南和金灿荣这些人的心里 那才真叫弘扬了正能量 才能彻底的把这批所谓自由派的富豪也好 知识分子也好 给他打趴下 那这样 这个可见 这一次关于小派的这个事情 小小派的这个事情 按中国流行的套话说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本身的性质并不严重 刑事拘留嘛 展开追逃 他不回来 谁没办法 更关键的是 这是中国社会现在两条路线 这样一个尖锐的斗争 已经到了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的这样一种程度 金灿荣 金正伟 斯马南不会放过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 因为他最容易利用公众的情绪 那侮辱烈士这还了得 但是其实你仔细看 潘瑞是怎么侮辱烈士的呢 他说 听说至少一个营地被印度活埋了 好像没机会天葬 据说 据有人指称 像斯马兰他们去举报 就是说至少一个营被印度活埋 这是指中国解放军和印度冲突的时候 那个有关的军官兵战士 这句话说实话 我本人也认为格调不高 因为解放军战士那也是一条人命 而且人家就是做了自己的工作 那是他的天职 你用这么一个轻巧的话去描绘 一个生命的丧失 本身就确实格调不高 这说明潘石屹 跟千千万万其他的富豪家长一样 疏于管教自己的家庭 当然我也听说潘瑞 他就是这个调调 老潘装的比较狠 小潘是不装 他就真的接受了这一套 听说他小潘前段时间 还为被中国被北京逮捕的 这个公民记者张展 孤于乎认为应该恢复张展的自由 那么潘瑞这番话惹下了滔天大祸 从这个话本身来讲 不中听也可以说不正确 但是反过来说也就是个不正听 也就是个不正确 他违反了什么法律呢 其实中国的法律里边也并没有说侮辱这个先链 侮辱这个革命劣势就有多大的罪 侮辱本身或者造谣本身 它是一种言论行为 言论行为就应该根据相关涉及言论的法律 来进行衡量 叫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诊 这种话放在美国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啥 他就是一个网上的一个二愣子 说了这番话 他引起了什么后果 没有 没有一个人的言论永远不能作为治罪的根据 只能根据他言论引起的后果 来进行法律上的一些动作 从这点上来讲 潘瑞这次赶不巧 赶上了这么一个敏感的时候 就是无数人想把他爹和他妈 把他们的财产侵吞殆尽 这不已经开始追逃行动了吗 追来追去就会追出其他的问题 追出叫牵起萝卜带起泥 潘石屹这几天 我估计是真的睡不好了 在节目进行到下个小节之前 我们恭请您给这个节目点赞 并且关注本频道 只有这样 我们的节目才能到达更多的朋友那里 我们才有继续前行的动力 您所做的 只是在节目下方竖起的小手上 点个赞 点一下转发 再点一下订阅就可以了 我们谢谢您 另外关于中国互联网上 中国的网民 尤其是主管部门常用的所谓的造谣 这个字 特别的不感冒 因为啥 归根结底 把这个事情推展到极致的话 造谣也是天赋人权 造谣也是受言论自由保护的 因为什么 因为发掘真相 是一个极其专业 极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事情 有多少的百年老店的新闻媒体 都不一定能把某个事说的特别利落 还整天就登这个更正广告的更正启示 更何况一个普通的一个小网民 所以人说出了于事实不符的这样一些言论 不能一概的称之为造谣 如果你称了 那也没办法 总不能说一个人这个说错的话 说的于事实不符 你就要用造谣来来来承办他 这个如果这样的话 实际上所有的人都一个人进监狱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这样的法律是不存在的 如果有那也是一种恶法 我再说一遍 只能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来判别他的 以及他造成的后果 来判断是不是违法 一个人的言论 和一个人脑子里想的东西 永远不应该作为治罪的依据 这就叫因言治罪 那么另外一条 就是中国的这些所谓的谣言 谣言专属机构 专门负责批发谣言的 当然就是新华社人民日报 环球时报 中央电视台这些单位了 他们整天造谣 也没人对他们进行依法惩处 依法惩处 公安局就更不用说了 公安局简直就是用暴力造谣的一个 一个专属单位 那么尤其是关于军队的谣言 这方面是很多的 可以说军队 包括当年的雷锋 包括很多的当年的典型事件 都是军队总政治部包装出来的 包装出来的 近些年当然也有了 你比如说 201998年 中国大洪水 大家记得吗 中国发大洪水 江德民在任的时候 部队就出了个典型 叫李向群 李向群烈士 整整20岁 他是78年出生 98年正好20岁 按新华社 按解放军报的说法是 李向群 发着40度的高烧 坚持在提拔上 背那个沙袋 去堵这个决梯的这个口岸 连续晕倒了三次 第四次没爬起来 就挂掉了 那么这样一个年轻人生命的丧失 当然是极其令人痛惜的事情 可以说他就是个英雄 但是对待英雄 这些公权力 这些媒体 把他搞成了丑闻 把他搞成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 简直是觉得在给英雄抹黑的事情 你首先发40度高烧 谁还能站得起来 我都怀疑你还让人家去背沙袋 这说明部队的管理之混乱 或者说不把战士的生命当成生命 你部队这么多人 你就欠着就缺一个20岁的年轻人 发着40度高烧去频繁的去搬沙袋吗 这是第一个重大的一点 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当年新华社的报道说 这些像李向群这些战士 他们在部队接受了大熔炉 接受了革命理想的教育 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以前是个花花公子 都做的 这个事想做的也不咋地 到了部队 把他们锻炼成了非常有出息 革命战士 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给大家读一段 大家就心领神会了 李向群说 艰苦奋斗是一面精神奇致 谁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谁就拥有一笔宝贵财富 你看解放军战士 当时是98年 互联网已经很普及了 20岁的解放军战士 自己写日记写成这样 请问哪个20岁的年轻人 会写这样的日记 这摆明了就是新华社 联合解放军总政治部 造的假 这事能怪李向群吗 不能怪 李向群无论如何是个好战士 人家为了抗洪就抢险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就是这帮党媒 这帮外宣 大内宣大外宣 拿人血当胭脂 往自己脸上抹 非得给这帮英雄们 抹上造假的痕迹 这样的话 不是普通的网民 不是潘瑞这样的 去侮辱了烈士 而是新华社 人民日报 环球时报 中央电视台 解放军报 解放军总政治部 这样的单位 往英雄脸上抹黑 那么他们为什么 他们抹黑英雄烈士就能抹 别人说一句就成了造谣 就要法办 就要追逃呢 这就是他们种种的行为 只能证明一点 公权力要成为造谣的 专业拥有者 要成为造谣的专业户 成为他的专属的特权 别人一旦说类似的话 那马上就要法办 他们可以大而皇之的说 说到新闻联播里去 这一点已经是中国的一个怪现象 也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常态 这方面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个体会 就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那么看到小拍的这个境遇啊 不禁让我想起这两天大火的 另外一位富二代 另外一位富二代 那就是赵婷 我在平定天下节目里 评论了赵婷的 这个无一之地这个片子 得到了大家很大的一个响应 我在这里啊 也欢迎大家一步到平定天下这个频道 这是我自己运转的运作的一个频道 去留言去发表您的看法 那么他俩有什么类似之处呢 那就是他们都是家里有势力 你看人家赵婷家长 父亲是首钢的高层领导高管 母亲是著名的演员宋丹丹 人家有钱 在国外从小就读私立学校 读这个技术制学校 后来又读了NIO 纽约大学的电影学院 终于哎呀 你看拍出了这么精彩的作品 令我非常非常的敬佩 那么你看这个潘瑞 他只是短期的出国 可见他的长期居住的也是在中国 那么就是如果这样的话 可以说潘石屹这个量级的富豪 那比起赵婷的父母来 那可能要大出好多倍 但是在中国你就必须忍受 在网上说一句话 你就要被追逃 你的全家就可能倾家荡产的 这样一个结局 从这个角度讲 中国既不欢迎赵婷 这样的天才 也不欢迎有一点想法 喜欢在网上发表自己意见的 另外一种类型富豪的孩子 那就是潘瑞 简直可以说他们就是在 把往这两位这样的孩子 往外推往外赶 就是你干脆甭回来 你要回来 这个就得严丝合缝 一丝不苟的听党的话 党让你干啥 你干啥 不让你干啥 你就hold着 千万不能自己发声 千万不能说自己这个真实的想法 那在这一点上 赵婷的这个遭遇 不能说遭遇 赵婷遇前遇到这个情况 也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 我在明镜有两档节目 这一档 平定天下 会有更多的自主性 在明镜新闻台的 世界的中国 都是很强的 很硬的 很干的 当天的干货 重磅新闻 那么在平定天下 我们聊的就是些社会性的 文艺性的 文化性的话题 如果您对这类话题感兴趣 请您务必在节目下方竖起的大拇指上 点一下 那就是点赞 也欢迎您给节目进行订阅 这样我们每一期就会自动推送到您那里 我们闲话少说 说一说 最近大火的无一之地 之所以关心这部电影 那就是因为他导演赵婷 Cloy Chow 他的身份特别的特殊 他来自中国 从小参加季读的学校 然后在NYU纽约大学的电影学院毕业 拍出了这部震撼人心的片子 已经获得了金球奖 那因为金球啊 往往是奥斯卡的前奏 所以他很有可能问鼎下届的奥斯卡 这个片子已经有段时间了 我昨天晚上赶紧加班加点看完了 感到悲喜交加 之所以喜那就是因为 虽然赵婷姓赵 我开句玩笑话说 这证明啊 即使是赵家人 基因也没有问题 只要是聪明孩子 你把他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里面长大 他一样可以拍出 影响全世界 感动无数人的作品来 赵婷就是我刚才这句话 一个最好的写照 这也是让我们华人感到尤其的骄傲 说白了 赵婷的片子 赵婷这个名字 他在国际社会上 在全球范围内给华人 给黄种人带来的这个脸上的这个荣耀感 比一亿支新冠疫苗都要有效 文化的力量就是这么强大 就是这么潜移默化 就是这么水乳交融 所以我们要对赵婷 Cloich 说声祝贺 也说声感谢 那么说悲 当然就是指这部片子 基调 可以说是 A kind of side 有很多的忧伤在里面 但这个调调把握的很好 叫挨而不伤 那挨而不伤拍的是非常的好 那么围绕这几天 赵婷这个新 这个新闻啊 还是挺多的 但我仔细的到 新华网 人民网 中央电视台等 还有新浪 这些一线的党媒去搜的时候 我发现 他们只有在三月初的时候 用短讯的方式 报道了赵婷获奖的消息 就是说 谢谢华裔导演赵婷 获奖了 后面都没再提 相反像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以及北美的一些媒体 一哄而上 终于找到了好话题 事实上赵婷 获奖 当然是个大话题 绝对不是一个短讯能够解决的 那就像李安一样 李安都获得了奥斯卡奖了 那你 我们能说报个简讯说 华裔导演李安 获了奥斯卡奖 就没有了吗 那这些事情都是值得 大叔特殊的话题 那为什么党媒要刻意的来淡化赵婷 这个人物和他的话题呢 我呀 咱不是搞新闻的吗 我第一时间联络了北京党媒 几家重要党媒总编室的一些朋友 比如说人民日报 比如说新华社 我说你们啥情况 这么好的片子 这么有代表性的人物 你从大陆出来的年轻导演 获得了这么重要的奖项 而且人家没打中国牌 那就是讲述的 在美国 特别是大都市 很多地方能够看到了这个流浪者 成群结队的流浪者 他们住在自己的房车上 说房车也没有这么豪华 就是普通的面包车万走遍全美各地 平时生活也很无衣无着 都要靠沿途打工来养活自己 每个人都有一份很好的故事 蕴藏在他们那个充满沧桑的脸庞后面 这么好的片子 你们为什么不好好的报道赵婷 他们说我们在等赵婷表态 我当时我就急了 我说你们这帮人搞什么搞 表个鸡毛态 表什么态 你们想干嘛 他说 本来他们也想大肆报道来着 因为都觉得是华人的骄傲 从大陆出来的那更是中国的骄傲 结果后来有些媒体炒作出一些主题 说赵婷在十年前接受美国哪个一个 电影方面的专业媒体的采访的时候 说过一段话 他说他来自的中国是一个谎言遍地的地方 所以这段话给人一种叫涉嫌辱华 甚至小粉红还有胡锡进这些人 甚至已经不是说涉嫌了 那简直就要马上给他扣上辱华的这个帽子 胡锡进的标题说的很清楚吗 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你看这句话 充满了流氓气息 充满了那种霸道和强横 赵婷就是个小姑娘 真不能说小姑娘 38岁 十年前28岁 说这番话的时候就是个小姑娘 说白了 别说一个政府和社会了 一个长到28岁的一个女孩子 和她的家庭之间 和她的父母之间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张力在里面 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孩子 长到28岁了 提起祖国来 那就像掉进了密罐子似的 乐得合不拢嘴 高兴的五体投地 他不可能 只有上新华社人民日报 这种变态的这些媒体人 还有胡锡进这样的 他才会这么想 他也会要求别人这样想 所以你看中国人在等照听表态 但这个要求是十分的没有道理 但又十分的有中国特色 那么他当年说了这番话 到底怎么说的 我赶紧去查证了一下 我查了一下英国卫报 Garding 他对这个问题的报道很有意思 说十年前 赵婷确实接受过美国媒体的采访 他不但说了 我来自的地方是个谎言遍地的地方 他还说了一个什么话 说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my country 他说美国现在是我的祖国 后来有些媒体又辟谣 说当时话说的比较快 记者没有听清楚 他说现在是我的祖国 实际上是no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my country 美国不是我的祖国 你看就这么一字之差 成了个罗生门 当然了 Garding这个英国的卫报还是有品质的 人家既然有这方面的信息源就赶紧给更正 说当时赵婷没有说美国是我的祖国 说美国不是我的祖国 但是说中国遍地谎言他确实说了 那这事 你说大家平心而论 我真的希望今天这个话题 大家能在节目的留言区留下您的真知灼见 好的 有趣的 不骂人的 或者是骂的有道理的 我们都会在将来的节目里给大家播出 你说赵婷道的哪门子歉呢 他有啥好道歉的呢 说党媒在等他表态 有啥好表态的呢 他要表啥态呢 首先这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再一个说中国谎言遍地 难道他要改成中国真话遍地 没有谎言吗 这么讲才能满足 北京某些人的自尊心和那个虚妄的民族自豪感吗 我们希望赵婷或者说我们相信赵婷不会落进他们这个圈套 事实证明你是一个中国人也好 你是一个日本人也好 你是一个德国人也好 你是哪里来的人 这个事情不重要 你拍出了什么样的作品 你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 你能感动什么样的人 这才是一个文艺工作者 咱们有预言 延安常用的话 文艺工作者 一个文化人 最应该体现他的水平的地方 这也是别人应该用来评判他的一个尺度 而不是说他有没有辱华 甭管他有没有辱华 他现在拍出了好作品 他就是一个好导演 是一个出色的一个文化人 这一点上我希望和大家能有很多的共识 也希望您留下您的评论 在节目进行到下个小节之前 我们恭请您给这个节目点赞 并且关注本频道 只有这样我们的节目才能到达更多的朋友那里 我们才有继续前行的动力 您所做的只是在节目下方竖起的小手上 点个赞 点一下转发 再点一下订阅就可以了 我们谢谢您 另外还有一些网友怎么评论呢 说中国不缺一个叫赵婷的导演 因为我们中国有好导演 另外赵婷在片子里宣扬的都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价值观 我们怎么能让他公然进来 公演他的片子呢 那不是给资本主义 给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提供一个战场 我们拱手让出自己的文化宣传阵地了吗 这一听啊都是长期看 环球时报看中央电视台长大的一帮混蛋 为什么这么说 你仔细看看这个片子 赵婷和这个片子 有没有说美国的半句好话 没有 当然了 我觉得有没有说美国这好话或者坏话 根本就不应该作为评判这部片子和这个编导团队的一个标准 他为什么非要往政治上靠 他为什么非要在中美之间谈这个话题 美国的流浪汉 美国这个流浪部落 难道不是更好的 更贴近千千万万人心的一个话题吗 我一看这样的话题我都很感兴趣 因为我去过世界很多大的都市 比如说美国的纽约 华盛顿英国的伦敦巴黎 我都能看到一些和我们的常识的认识里面不太一样的这种流浪汉 你为什么呢 比如说曼哈顿的街头 我们经常能看到有那个衣衫蓝绿衣衫不整的 但也经常看到穿的很整齐很干净 一看就是天天收拾 他坐在那里很安静的看一本书 一看看一天前边摆一个乞丐的摊位 说我是无家可归者 homeless 请给我一些帮助 我要买个车票回家 我想买个咖啡 我想买个三明治 饿了 这样的流浪部落 流浪族群在西方的很多城市里 是他的一个组成部分之一 可以说纽约如果没有流浪汉了 这个纽约也就没有什么味道了 当然了在这里我们也不想把这个话题给他泛政治化 这就是纽约和国际大都市生态的一部分 那么他们这些人很多是出于贫穷 很多是出于不得不的贫穷 你比如说遇到了天灾人祸 你比如说精神不正常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也有很多人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干干净净的戴着眼镜 文字彬彬的坐在那里看一天书 边乞讨边楼亮边流浪边看书 看的还未必是流行作品 还未必是市井化的作品 有时候看的书还很深奥 很讲究很有追求 那这些人他到底为什么成为了他们今天这样一个状态 他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他们生活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 说白了更俗一点 他这么搞到底是怎么养活自己的 我感兴趣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导演给我满足了我这个知情欲 不光是西方导演就更不用说中国导演了 中国导演更没有人去拍这样的话题 所以我对赵婷啊 我对他的敬佩和赞赏绝不是仅仅因为他是华人 更重要的是他拍出了不管你是哪里来的人都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而且拍的有姿有味有声有色 拍的真的可以说妙道颠好 非常好所以我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有机会赶紧看一下这个无疑之地 那么赵婷他当年说的这番话可能会成为他进入中国市场 甚至在中国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最大的障碍 因为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些媒体很清楚嘛 他们也很聪明 为什么先热后冷 一开始赶紧报道说获奖了这个华人的导演 后来又冷下来了 那就是上边有指示 或者他们看不清楚上面的风向 只能等赵婷表态 因为他毕竟有人说他有过反华的这种言论 如果他不表态 这个事将来又作为一个话题 那谁播了他的作品 比如说中影的某个院线排播了他的作品 那你将来这些领导吃不了兜子走 你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下 那与其这样不如先hold住 先看看赵婷是不是表态 那他如果真的表态了的话 是个什么情况呢 但愿不要出现 那个赵婷啊 戴上红军帽 面对五星红旗举手全市 说不管走到天涯海北海角 不管是唯一之地 还是什么什么地 中国永远是我的祖国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前领导 没有习主席 没有中央有关部门和国内演艺界同行的指点帮助 我永远拍不出好片子 我的一切都来自于我的祖国 我感谢他们 我永远感谢他们 那这样的 如果他真说出这番话来 那可能啊 很快都准备好了 很快就能全面铺开 而且这个环球时报新华社人民日报会一哄而上啊 赶紧的 但愿这一天不会发生啊 赵婷的父母是这个女啊 她的母亲是著名的电影演员小品演员宋丹丹 她的父亲啊 是宋丹丹的第二任丈夫 也是这个赵婷的父亲 也在国内一个大国旗啊 担任过领导啊 他们也能看得懂国内的这个人情事故 特别多的去强调 他们既然把孩子送到了美国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 千万不要再沾中国 那个泛政治化的这个泥潭 如果这样的话 孩子就真的就给毁了 或者说赵婷也就是昙花一现 就像当年王安石笔下的仲勇啊 小时候写过诗 写过很棒的这种作品 马上就不行了 就是因为过早的进入了 这个昏天黑地的红尘滚滚当中 马上这个财气就没有了 那么退一万步说 赵婷的这个片子里边 即使有一些政治色彩 那也是反美国的 大家看了片子就知道 这帮流浪的人啊 很多都是 这个没有什么稳定的经济收入 都走走遍美国各地 走一段时间没钱花了 就去Amazon 亚马逊那种包装的地方 流水线去工作 挣一点钱 有钱了 有汽油钱了 有饭吃了 再往下接着走 所以就是过着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 而且啊 在路上 也并没有看到美国共和党 或者是民主党的这些书记们 领导们 过来动员他 你得脱贫啊 你这么来回走 国家又不是没这个条件 国家有钱 美国是吧 你们这么来回走 让到美国来的这些游客看见 那不是丢我们美国的人吗 是不是 你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生活作风 因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影响祖国的形象 你们如果再不听劝 这就是反美 再甚至有些地方不行的话 直接给你扣上寻衅滋事的这个路子 过了这个帽子 过海关 过各种关口的时候 一看是这个车牌号立马扣下 往哪走都不行 他要给你强行脱贫 强行脱贫 这种情况在大洋彼岸肯定是会发生的 我想 但是美国就是这样 这就是 这叫自由的代价 自由 freedom is not free 在二战的时候 这句话经常被说 放在今天日常的生活当中 也是一样 没有任何一份自由 是没有代价的 你看这个篇子的代价就是孤独 那种深入骨髓的 如影随形的 从天上到地下 无所不包的那种孤独感 笼罩了很多这些 这些流浪族们 当然这种孤独感 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恰恰是他们追求的 他们很多人都在原来的社会关系或者家庭关系当中受过深重的内伤 比如说这个主人公 这个 Farn 他就是他的先生 在很普通黑普通的美国一个矿山公司打工 后来并故了 并故以后 他的这个心态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就不愿意再在家里 困在家里 而是用旅行来给自己疗伤 用旅行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最好的续集 同时另外一位老先生片子里边的主角之一也给我非常的感慨 那就是什么呢 他终于谈漏了自己的心扉 说为什么自己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是因为他30多岁的儿子在某一天自杀了 那他死掉以后 儿子死掉以后 他永远就无法接受 这样一个现实 就是他的儿子已经没了 但他仍然还活在这个地球上 那为了排遣 这种内心的矛盾 这种孤寂 这种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 这种困惑和心理的煎熬 他也选择了开着车 在全美流浪 而且这种流浪给他们带来的是一种孤独感 但除了孤独以外 也有令他们心灵得到慰藉的 得到安慰的一些成分 那就是什么呢 他们这个流浪族部落 流浪族群 他已经规模非常大 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他们全美各地来回走 时不常的 他们经常还能互相碰见 那就像本来他们就不熟 是陌生人相见 产生了感情 聊了几句 过几天又不得不告别 但庆庆的是 这种孤独和不确定感 也会让他们不久之后 和之前相熟的这些人重逢 所以他们在一路的颠沛流离当中 竟然也产生了这样的期待和幻觉 那就是 我只要这么一路的流浪下去 也许某一天我就能遇到我那个已经消失了的儿子 那对富尔来说 就可能啊 他期待 没准在哪一天的营地里 他停下这辆面包车 开始安营扎寨的时候 突然发现他去世的先生就在不远处在看他 那么他们经历了人生致痛致哀的这种打击之后 尤其是他们经历了这段流浪的生活以后 他们对那种传统意义上的 世俗意义上的那种所谓的幸福美满 再也没有了那种欲望 你比如说这个富尔 他流浪途中碰到了喜欢他的人 那个人也主动邀请他到他家里去住 条件也很不错 但他犹豫了一下 仍然是选择了继续流浪 这说明流浪的这个生活啊 是一条不归路 一旦你走上了 你就永远难以再回去 这就跟自由是一样的 很多人到了美国 我说这些华人 你一旦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你很难再回头主动的去寻找那个笼子 去当那个笼子里的金丝鸟 那么这个片子还有一个很大的启发 那就是对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的幸福美满 都要打上一个引号 幸福和舒适舒服 恐怕是两个概念 片中他们过的这个生活 很肯定是不舒适 当然了 也离幸福有距离 但是和那些大鱼大肉 和那些出则 私人飞机 规则豪华轿车 美女如云 大腿如铃 这种生活 恐怕也已经不再是片中的这些主人翁 所向往的东西 那么赵婷在这个片子里 唯一没有touch的 应该有机会再往前去升一步的 我认为是什么呢 那就是所谓的世俗的幸福美满 所谓世俗的 面对悲痛 面对生活中灾难事件的方式 可能和尊严没有关系 可能和这个人最后的愿望 也没有关系 只是满足了身边的亲人 满足他们对自己这样一个期待而已 比如说一个人生了癌症咋办 那最正常的情况 就是天天服药 去这个找医生看 然后进入晚期 就进一步的采取各种措施 延长生命 在亲人的陪伴中聊此余生 这是绝大部分人采取的方式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片子里面 那位主人公Swankey老太太 他在得知自己得了脑癌 只有七到八个月存活期的时候 他选择了和福尔和David这些人 成为流浪的伙伴 他走过很多地方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到他曾经年轻的时候 他最幸福 最向往的那个时候 到了一个地方看那些成群结队的燕子 这个结的那个窝 在那个洞里 成千上万的燕子一起飞出来 他说那个警官真的是让我心旷神怡 他就希望再看一眼那样的警官 于是他和其他的这些流浪者 就是偶尔相遇 互相帮忙 然后顺利的平静的告别 去寻找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的选择 去自己选择的方式 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看了这个片子的时候 说实话 我都对他有一点羡慕 也让我想起我的一位亲戚 他和片中的这个Swankey 年龄有点类似 得了骨癌 得了骨癌以后 当然他就是我们这种传统意义上的 治病 病重 告别人世 这样一个三部曲 走得思思入口 走得没有悬念 但是有一个生活的细节 让我感到很感慨 也是让我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 心里翻起很多的这个波浪的一个原因 当年我去看他 我知道我看这一次 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看他 他能不能在了 因为果爱已经发展到了 很重的一个程度 他呀从中国买了 从市场上买了很多这个 冬虫夏草 据说能防癌 增强免疫力 他和 他是我的阿姨 他和我的姨父 就他和他的老公的感情啊 这么多年是非常好的 到了病重的时候 仍然是非常好的 但是 人性都是很脆弱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 久病长前无孝子 夫妻之间也是一样 当人一个人已经病重到 完全成为 另外一个人 眼睛看到 耳朵听到 脑子想到 完全都是病病病 死亡死亡死亡的时候 另外一半能承受多久了 我就记得当年我的阿姨 他想去 每天去泡这个冬虫夏草喝 那天啊 往茶杯里 那衣服给他多放了几根 他就着急了 说哎 你放这么多干什么 应该分两次喝 哎 那个先生啊 就急了 啪的一下把杯子摔到了桌上 说 还有什么区别吗 哎 我的阿姨眼泪哗得下就下来了 不是他的老公不好 是人性 就是这样 是人性 经不起太多天长日久的这种 琐碎 这种苦难 这种无助 真的 到了癌症晚期 你说 你这个杯子里放一根 冬虫夏草 和放十根 又有什么区别呢 那在这种情况下 哎 最后我的阿姨去世的时候 我也很悲伤 因为 哎呀 说白了 不管你 怎么样 不管你付出多大的努力 不管你有多少钱 不管你身边的人有多爱你 到最后 你能面对的 只有自己 能陪你走完的 也只有你自己 没有任何人 能够代替你 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 我倒很欣赏 无一之地里面 那些人能够用自己选择的方式 终于让自己 能够走完闻人生 这最后一程 满足自己的心愿 那么家人在他们心里 永远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永远是一个让他们 千尘挂肚的地方 但是 相比较而言 这种人性中的复杂 我倒希望无一之地 能够有机会 展现出来 但他没有 那就是 这些流浪部落 在天南地北通过这种方式 可能也是 对他们所爱的人 最好的保护 同时 也是他们对自己 心里怀念的那份情感 珍惜的那份情感 最好的保护 那么在这里 我们节目结束之前 我们也忠心祝愿我们的这些观众朋友 您 尽快的去看一部这个片子 无一之地 是很多人选择的方式 我们也希望您 在自己的心里 有一片 有意之地 欢迎您给节目 打赏 点赞 更把它分享给 更多的朋友 这样我们这个节目 才能继续的延续下去